西伯族自古以善其善设著称 弓箭在他们心目中既是一件强劲的工具 又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和吉祥物 弓箭的制作技艺也仿佛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领 早已融入在他们的血脉之中 在沈阳有一位制作传统金角反曲弓的西伯族传承人 他的名字叫鄂坚叶 如今他已坚守这项传统技艺近30年 而让他走上传承这一技艺的 是对已故爷爷深深的怀念 鄂坚叶的爷爷是一名传统金角反曲弓的制作匠人 因此从小被爷爷照顾成长的鄂坚叶 很早便被迫学习了传统金角反曲弓的制作技艺 由于并非出于喜欢 童年时的鄂坚叶甚至对制作弓箭有些抵触 直到陪伴他整个童年的爷爷离世 鄂坚叶对传统金角反曲弓制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因为我打小就是跟我爷在他身边长大 算是我自亲自尽的人 除了父母以外那就剩下他了 他一直带着我 我这边还挺研究 就是把我爷的好多东西都收集起来了 突然间有一天 我就在以前在家住平房 就收出一张老公 那张老公是啥呢 15岁的时候我爷给我做的 那是他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大概我估计能有一年多吧 因为那边没太注意 给我做了一把脚工 我当时拿出来之后感觉还挺好看 挺漂亮的 而且我挺喜欢 我就把这个东西翻出来了 一下就勾起我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回忆 就好像对我心里头有一种 就心灵深层的一种震撼一样 我不行 我得把这东西再捡起来 就从那之后 我就开始制作工业 如今金角翻取工 早已失去了原本作为兵器和捕猎器具的作用 而成为了许多爱好者的收藏品 对其了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在采访中 额奸业就向记者普及了金角翻取工的一些常识 一张工的形成就是工勺 两侧叫工勺 中间是工壁 然后这个地方是工帽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正常看 这个应该属于工的内侧 然后翻过来呢 这面是工的外侧 但实际上来讲呢 由于我们这个是属于层压结构的 层压反驱结构 如果我们想把它变成一把真正的工 那么就必须要完成什么呢 它一个反 完成它一个反驱的状态 一张工它如果享有力量 不单单是它材料所造成的 同样也是跟它的翻驱有关系的 就这张工是这样 然后再给它背过去 背成另外一个形 那么形成真正工之后呢 这个工的里边就变成了外边 那么它的外面 外侧呢 就变成了里边 现今制作工件并非恶件业的主业 他告诉记者 虽然找他制作工件的人络绎不绝 每张工的价格也在上万元 但是为了保障工的品质 每张工的制作周期都很长 因此工的产量并不高 作为主业还是很难养家糊口的 不过每次制作工件 都能让他回想起和爷爷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再加上自己如今对工的喜爱 他还是会尽量抽出时间 坚持制作传统金角翻驱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